華為現在被美國不斷的打壓 但是現在不斷突圍 那今天呢 他的發布會當中 還刻意不介紹手機 因為要告訴全世界 我不只是手機而已 手機是一個很重要的載台 但是絕對不只是手機 我們其實也一直告訴大家 亮哥一直提醒我們 華為哪是只是手機公司 儘管說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錢袋子 也很重要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Ramando在聽證會上說 我們看華為的手機本來拆開來看 實在是沒有辦法確定這個晶片 是不是他自己製作 7奈米的晶片 也不知道他的出貨量 我覺得華為今天不講這個題目 是要給他下台階 因為會有人問 OK 那就是等於是避開 手機晶片的製作 比如說出貨量等等 那你就繼續去猜吧 繼續讓你猜 因為Ramando很有可能就是 針對那個共和黨給商務部的信 他可能會蜻蜓點水帶過 因為亮哥有提醒 就是共和黨的議員要求什麼 中興跟華為 七大制裁 嚇死人 那個根本就是要他們死都不能賣 他在這個時候對這個問題做了回答 那一定又變成美國的標題 OK 所以他今天不做手機 就是要避開敏感問題的回答 對 這當然也是一種解讀吧 因為這個太敏感了嘛 那個我今天要推出手機 來刺激你美國嗎 因為雷蒙多真的很生氣嗎 來看到他說 華為在後訪華期間推出新手機 讓我感到很upset 然後也說中美關係長期有分歧 中大陸要挑戰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好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 亮哥在國際直球對決 他有說什麼 雷蒙多啊 你只看到了前面而已 因為中國大陸這個華為是未來生態系 未來你可能會更upset 你剛剛怎麼介紹的那一堆 他都沒看過啊 你之前才發布啊 他只有想到手機啊 不啦 雷蒙多也不是學科技的 他是一個律師嘛 而且他是商務律師嘛 他也不是懂技術的人 那這個東西 像孟晚舟講那三句話 他聽得懂嗎 讓所有對象都能連接 對不對 讓所有應用都可以模型化 然後讓所有決策都能計算 我不認為他聽得懂啊 可是 真的聽得懂的人才會知道 原來華為的野心是什麼 跟蘋果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可是 美國人會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他真正的戰略上的對手 因為決策上可計算 你去想一想 你就可能會 你可能就會模擬出很多 人腦所未及的東西啊 就是這樣啊 對 那美國當然會擔心啊 這個也可以用在國防上啊 是 這必然的嘛 對不對 而且國防那麼複雜 對 當然會 要針對國防的運用模型化 那針對軍事的決策要可以計算啊 那就會使得 中國大陸未來可能會 你就會動不動就會看到 他某一個地方 為什麼又做制度的更動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又區分出這個新的 分工領域啊 這個搞不好都是 這個人工智能告訴你的 這可能都是你美國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對 不是讓美國知道人工智能的厲害 是 那他也知道5G 運用到軍事上 也是非常厲害的啦 所以簡單講兩個 跟未來的大國博弈 最有關係的兩項科技 都在華為手上 就5G通訊 還有人工智能嘛 所以我坦白講 我如果是 美國的軍方人士 我看的是更 膽戰心驚啊 就是會擔心華為 所以呢才會看得出來 華為當年才會被 你打壓 因為亮哥不斷提醒什麼呢 錢袋子在當年說被你卡了嘛 我們都介紹過2019年的時候呢 華為當年已經賣了2.4億台的手機 美國蘋果是1.98億台 所以呢就開始 5月就開始制裁了啊 那所以呢要把他錢袋子給卡了 但現在華為 要逼出更大的錢袋子 是 對 重點就是這個 因為以後不是只有手機啊 還有車耶 對啊 真的是 有沒有這錢袋子更大 這錢袋子更大 而且是呢 你又把華為沒有把他打死 逼出更大錢袋子 而且呢 連這個鴻猛也都出來啦 人家萬物互聯又更 最後一里路也是能夠成功 好 我們先來看到說華為跟蘋果 亮哥已經說了 華為跟蘋果真的是不能類比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 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華為這麼厲害 因為他通通都自己來 那你蘋果呢 你光是這個5G的基帶 你就必須還要跟高通不能斷開 你看這個大陸網友 做了這個圖就發現說 你看他對手真多 嚇死人啊 你是美國這麼多公司 然後華為都自己做 你看Smartphone跟你Apple 然後他的chip 你看跟NVIDIA 鴻蒙跟你的Android等等 晶片啊 這個麒麟啊 Quocan啊 還有包括他的Model系列 這個是那個盤谷 對你ChatGDP 還有5G部分也是如此 其實盤谷不是ChatGPT 兩個功能不一樣 ChatGPT是針對自然語言 它幫你整理網路上的東西 然後整理出一個摘要 對 重點是這個 亮哥是說更強 盤谷更強 因為它是針對應用 然後來幫你做決策 那盤谷那個ChatGPT 我也用過了 事實上 它是幫你迅速在任何一個題目上 幫你整理出摘要 對 重點是整理出摘要 但是呢 它沒有辦法幫你做決策 讓你建議 那亮哥不斷提議說盤谷啊 你會用盤谷就會比亮哥聰明 亮哥說 可怕可怕 好 那你看還有包括他的這個 萬物互聯這一塊 5G 這個5G 還有包括 5G美國根本沒有對手 你根本就沒有 沒有對手 然後還有包括Tesla 對它的問戒這些車子 這通通都是華為自己的 這都是美國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這些領域的 都是精英 都是算很厲害的 你看華為對標這樣子 亮哥 嚇死了 你還漏了一個 還有什麼 筆電 對 對 它也做筆電 它也做筆電 對 那 所以我昨天看到一個消息 說華為跑去富士康 應徵勞工的地方 搶勞工 對 因為它的錢比 Apple的還更高 不是 它明年可能需要大量的製造 要出貨 OK 那它的生產線不夠 是 要去搶人 對 要去搶人 因為我看到它時薪還給更高 是啊 所以它等於是向富士康搶人 富士康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蘋果 對不對 那華為有更多 我認為 華為做的東西 平均的單價應該 比富士康代工的 對象還要高 對 還要高 是 是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華為真的是一個 被說真的很了不起的公司 美國這些都是頂尖的科技公司 然後你華為都有一些產品 可以跟它對標 因為美國就是要打壓它 因為亮哥說 華為這個5G 還有人工巨人 真的就是會讓美國擔心 你看極力之打壓 但是沒有被你打倒 打出更大的錢袋子 再回到上一張來看到說 那孟晚舟 她其實也有談一些話 亮哥也特別提醒了 孟晚舟她的演講 真的是讓大家 也看得出來 你未來要做什麼 要全面智慧化 要做世界建造 第二個選擇 達到堅實的算力的基底 然後要使得百魔千鈦 富能千航萬頁 另外來看到的是 不只是她 還有她爸爸任正非 她也說 第四次工業革命要來了 那蘋果是華為的老師 然後每年也花30到50億的美金 在做 好像看起來無用的科學 然後還提醒說不學英文 農村孩子永遠都會是農民 然後也說我女兒曾經在美國念書 不用蘋果上課 真的很不方便 她自己也會用蘋果的東西 這個就凸顯她的包容跟開放性 那任正非絕對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民族主義者 他雖然是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 要發展獨立自主的產業 可是他是博彩各家之常 事實上他一講的那個 我覺得他蠻會宣傳的 就是說這個2003他是All-IP 然後到了2013是All-Cloud 對不對 然後到了今年2023就變成All-Intelligence 所以未來是人工智能引導的 數據化的科技時代 那這個華為就是要做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未來的根技術就是算力 大家都在比賽算力 那華為在5G通訊 基本上已經贏了美國了 因為美國到現在連5G都做不出來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半導體 芯片的算力 那芯片的算力 會嚴重影響到人工智能的算力 就是這樣 所以他自己也很清楚 就是說為什麼最終還是要 打造自己的芯片業 我甚至認為他那個東莞 裡面未來可能會有晶圓製造廠 我覺得可能會自己做 這可能性還是有的 那事實上 我今天也看到另外一篇文章 他說 事實上美國的真正的晶圓製造 Intell只能夠做到10奈米 那日本是做到40奈米 歐洲也是差不多40奈米 所以真正能夠製造到7奈米的 就台積電 台積電 就台灣 韓國還有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是橫空出世 因為其他你都知道它是怎麼來的 都是在美國不做 然後做產業分工 然後後來變成台灣跟韓國在做 那這個你會覺得奇怪 美國怎麼會做不出來呢 做到10奈米就做不下去 因為太累了 你要加班 是啊 三班制 你的那個碩博士生 碩博士畢業生 不願意過那麼辛苦的日子 他不想要過這個 他都去做快錢 去金融 或者是谷歌 臉書 那種很開心的企業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這麼巧 就都在中國的周邊 台灣 中國大陸跟韓國 就是這樣 對 是啊 所以這是 所以這個美國拿不回去了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高 這個非常高精度的 低奈米的計算 的晶片 美國不可能自己去照 比如說台積電 他現在要在美國照第一個 叫5奈米 那有人去算他的成本 恐怕是沒有競爭力 對啊 因為太貴了 是啊 那美國現在工會 還在那邊攪局 不是嗎 所以他未來計算工資的方式 一定也會貴 所以你相對於 台灣的台積電 聯電等等 那韓國三星 海力士 還有中國未來的這些芯片公司 我基本上認為沒有競爭力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不斷的打壓中國大陸 但是大陸現在怎麼樣 這個高端的晶片 你剛剛亮哥說了 台灣 還有包括三星 連中國大陸也造出來了 你還要卡多久呢 但是你看拜登政府說 22號發佈了最終的規則 把禁止申請美國資金支持的 晶片的企業在中國大陸增資 增產還有進行科研的合作 禁止 禁止 然後就說是為了保護 所謂的美國國家安全 這個是資金來源的部分 對 這個 有效嗎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 你沒 沒招 你不要以為世界上 只有你美國有錢 對 中東也來了好不好 對 中東未來要注入中國的錢 我認為在未來幾年內 可能就會超過三千億美元 所以 我講白了啦 你不要投資 人家就拿去投資了 而且大陸也不缺錢 不是也不是說 中國大陸還需要做很多產業 我只是說 就芯片產業來講 做這種人工智能產業來講 中東也充滿了 會賺錢的人 他也會請 相關的投資銀行來幫他研究 美國只是不能出錢而已 你的研究人員還不是照樣 被中東的基金挖走 對不對 到時候就變成中東基金來當老闆 然後他也是要投啊 是 因為會賺錢嘛 最近其實有一些數字說 中東一些主權基金 也在投入中國大陸 這些高科技的領域嘛 所以補一下亮哥說的 你不要以為你美國錢很了不起 錢沒有分離美國還是中東的 沙特錢也是很多好了 人家這個未來城 也是要靠中國大陸華為來幫忙的 人家不會跟你一樣 去卡中國大陸脖子 所以錢不用擔心 好 另外再來看到了 說到華為 華為跟蘋果 亮哥已經點破了 華為跟蘋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同量級的 完全不一樣的公司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可以看到 最近蘋果iPhone15也開始售啦 然後就被發現說 它的價格的部分 在中國大陸賣的是最便宜 全球最便宜是在中國大陸 在日本做的調查 比如說iPhone15售價 中國大陸售價是 122429元的日元 日本是第二名 因為它有匯率 最近比較便宜 它是第二名 全球第二名 第三名買比較便宜的是在香港 再來是美國 台灣是第五名 我算了一下在台灣跟 中國大陸買iPhone15 大概差台幣3000塊 對啊其實也蠻多的 不過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大 它市場蠻大的 而且蘋果坦白講 在大陸也賣得不錯 是很好 對啊 它營收有19%是在中國大陸 那個量有多大 對不對 那這個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下降 我跟你講 我講一個點你就知道了 蘋果手機 比你如果在台灣故障 那你拿去維修對不對 它要寄到新加坡修理 我們量太小了 來回大概一兩個月吧 是啊 中國大陸自己就有維修債 就是消費者抗議嘛 後來蘋果不得不在中國設有維修債 所以本來就不一樣 因為它量那麼大 對 需要的人那麼多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理解 是 就是市場的規模造成的 市場規模造成的 然後因為這次呢 華為的手機跟蘋果也會做一個對比 因為都差不多同時間推出來的 然後iPhone15就被說 全球熱銷沒有錯 但是它最近有個新封號 蘋果嘛 那下面叫火龍果 為什麼呢 有點熱嗎 比如說來看到 第一個有幾個問題 被說A17 Pro的晶片 採用台積電3奈米製程沒有錯 但是續航力被說不如iPhone14 Pro Max 然後還有大陸果粉去實測 玩原神30分鐘之後 說最高溫度 超過了48度 為什麼呢 太核基它本身導熱係數比較低 它儘管會讓你的機身變比較輕 但是導熱係數比較低 所以這個散熱能力就比較差 因此大陸就封它叫火龍果 我覺得現在到處都在排隊沒有錯 可是這個不準 因為我看過好幾次 就是排隊很熱 結果經過一兩個月之後 發現量沒有那麼大 對啊 是啊 這個統派 你平常就是會這種飢餓行銷 對 經過這一兩個月你才會看清楚 那它主要減的一定是大陸的部分 你說它的買的人少 我覺得因為有華為MAT60 不只還好多 這個一買下去也蠻多錢的 不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我們買不到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它減得最兇的一定是大陸 因為它有替代品 對 而且是高階的替代品 對 那只是說 中國大陸在年底前能夠做出多少 對啊 因為本來要做600萬嘛 是 那看它能不能衝到1000萬這樣 對 因為我朋友幫我問 他自己他在深圳 他自己去幫我看 他就是電問 對 你要什麼的 60還能等兩個月 這個什麼等兩個月 通通都要等 所以要做得出來 大家都很期待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在中國大陸的手機 又不只是只有華為而已 連光好它切出去了榮耀 也是發展得很好 比如說大陸市調機構就說 華為9月4號到10號 以17%的銷售量 佔據了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 第二名 比排名第一的榮耀只落後0.2% 真的很近 追得很近 然後呢 華為其實25號它有一些 相關手機公佈等等 另外來看到 其實榮耀它也有新手機 它有折疊目的手機 但榮耀CEO就說 對華為最好的致敬 就是我們榮耀呢 要用最強的產品 跟華為來競爭 其實榮耀就是華為的技術 它就從華為切出去 那當初當然深圳市政府 有幫它忙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都用榮耀手機 因為榮耀手機是用安卓系統 就比較通 這通台灣的系統 通台灣可以用 那它上次秀給我看 然後照相給我看 那照相效果真好 真的喔 真的非常好 OK 我覺得它就是應該還是用 萊卡的相機 就是本來華為就是 是啊 那它的技術團隊也都是華為過去的 所以可以想像那個品質 因為我以前用過兩支華為手機 那時候都是安卓系統的時候 所以我對華為手機 它品質是好的 我是知道它的品質的 對 所以你看打壓華為 但是卻逼出了另外一個榮耀 然後華為也沒有死 更大的錢袋子也來了 再看下一張 你看到說什麼 現在中國大陸很多領域 是彎道或換道超車 比如說來看到 這個車子必分 比亞迪現在還要找 這個應屆畢業生 3.18萬個職缺 然後另外比亞迪的 歐洲美洲的這個總裁也說 美國汽車現在大罷工 真的讓拜登臉上無光 損害你美國的汽車產業 然後歐盟這邊也被講說 要對中國大陸進行 反補貼調查等等的 但是中國大陸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 它也有所準備 比如說網易跟法國 總統的外事顧問波恩有通電話 說你要好好處理 反補貼調查的相關問題 波恩說我們沒有針對你中國大陸 然後最近歐盟自由會議的 這個副主席訪問大陸 他也說我們關係是怎麼樣 非常好 我們沒有要跟中國大陸脫鉤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酸的平衡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